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花凤九和东华并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如今两人终于可以再续前缘 我们知道凤九在山间修炼时被一头妖兽攻击 危急时刻被路过的东华所救凤九从此铭记于心 为了报答东华的救命之恩 凤九执意跟随东华平定三界的战斗 凤九在相处中发现自己爱上了东华 但东华当年为了维护三界的和平 把自己的名字从三生石上抹去了 在凤九抱人途中东华被仇敌矿进了十恶花镜凤九 为了救东华和魔君做了交易 不惜将容貌 声音和最宝贝的九条尾巴都卖给了魔族凤九 因此化作一只普通的小灵虎 他拼了命救出了东华 但东华却再也认不出他 东华很喜欢这只小灵虎 把他当成自己的宠物 留在身边后来魔族发生政变 东华为了帮助魔族的姬恒公主家庄 要和姬恒成亲原来姬恒的父亲 是东华的爱将 当年爱将死前将女儿托付给东华 东华假意成心便是为了还这份人情 但凤九并不知道其中的真相 凤九得之后 心灰意冷悲痛 自毁原神一夜间 头发变白变成八十岁老公模样 他哭着说道如今我们两不相欠 网友知乎太虐心 纷纷担心两人结局会不会不圆满 不过不用担心 凤九和东华一共经历了三世的虐恋 最终才修成正果正所为 只要结果是好的 过程再怎么虐都行 凤九后来得到了咕咕白显的帮助 修复了原神 还夺回了属于他的容貌声音和尾巴 两人再次相见时就轮到东华上演追悉的剧情了 据说东华为了追悼凤九一改往日澳的模样